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众所周知呢 我是一个户外旅行博主 那大家在我的频道看到的 大部分的内容呢 都是我在户外拍摄的 一些自驾游的视频啊 一些露营的视频啊 那么一个户外旅行博主 在外面拍视频的时候呢 好的器材是可以提升我的创作效率的 那在我拍摄的时候 会用到哪些器材呢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给大家带来的是 幽兰子和柯曼联名开发的这款 灵感三氧架的使用体验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 灵感Zero 从这个名字上呢 就能感觉到它的重量是很轻的 没错 它是一款主打便携的旅行三脚架 这非常适配于我的使用场景 大家说对不对 而且呢 我的工作也是和摄影摄像有关的 所以呢 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站在我的使用场景 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款三脚架 看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那么在开始聊这款三脚架之前呢 我想先来聊一聊 我对幽兰子这个品牌的印象 其实我本人呢 也是幽兰子的老用户了 很早就买过他们家的产品 最早 我是买了运动相机的桌面三脚架 配合运动相机使用 后来又买了 适用于运动相机的磁吸快拆组件 还买了很多套 装在我的车上 不同的位置 方便于机位的切换 在车中博的系列视频 大量的机位切换 用的就是这套快拆系统 后来又买过适用于 微单的小笋系列快装板 还有小的球形云台 补光灯等等 算下来七七八八 也买了不少东西 幽兰子这个品牌呢 给我的印象就是 做一些运动相机 手机 微单相关的摄影配件 都是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便宜好用 尤其是售后 今年我在海南自驾游的时候 发现我两年前买的 幽兰子运动相机 桌面小三脚架 街头有一点松动 找了客服 他们二话没说 给我换了新的 还是最新款 所以呢 这个品牌给我留下了 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呢 这个牌子好像也没有什么 高端的产品 卖的产品呢 大部分都是在几十上百 贵的也就在两三百的样子 几乎没有非常专业 高端的影视产品 那么直到一个月前 我收到了这款 灵感系列的三脚架 在我用了一个月之后呢 我对幽兰子这个品牌 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拿到这两个三脚架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带着他也去了很多地方 不管是我出去旅行拍Vlog 还是我出去工作 我都有在使用 我还把它拿去 给了我们的小伙伴使用 也参与了一些户外拍摄 下面呢 我就来聊一聊 我这一个月的使用感受 那么大家看到了 我这里是有两个灵感三脚架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是灵感X 一个是灵感Y 它俩有什么不一样呢 该如何选择呢 咱们后面会慢慢来讲 先看包装方面 它俩都是用的这种 黑色包装盒 包装的图案和设计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两个字母不一样 一个是X 一个是Y 咱们从背后的图案 也可以看出来 灵感Y 使用的是斑扣式解锁 灵感X 使用的是旋钮式解锁 云台部分呢 从图片上看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X和Y的区别了 打开包装盒呢 里面就是脚架包 说明书 随身工具 以及背包肩带 不一样的是灵感X的包装内 多附赠了一个 优览子的手机夹 可以搭配三脚架来使用 灵感X 同样也有随身工具和肩带 它俩还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灵感X 它是没有可更换脚钉的 在这里 我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灵感X的盒子 要比灵感Y的盒子 短一截 我又对比了它俩的包 灵感X还是短一截 当我把这两个三脚架 放在桌子上之后呢 灵感X 果然要比灵感Y矮一点点 展开之后 灵感X最大高度是 1.48米 灵感Y的最大高度是 1.56米 重量方面灵感X是880克 灵感Y是1100克 拿在手上呢 非常的轻 尤其是灵感Y 不到一公斤的重量 可以很容易的 把它装到摄影包的侧面 这样背着包出去拍摄 也就是多了一颗镜头的重量 当然了 我这里说的是长焦镜头 从外观上看呢 它采用碳纤维的脚管 做工很好 纹理很漂亮 因为中轴采用的是三脚管的设计 它折起来的时候 能尽可能的贴合 所以它的收纳尺寸就很小 握在手里 差不多就跟握住一瓶 水的感觉是一样的 它的关节处和云台部分 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加工精度也非常高 表面采用了磨砂涂层的工艺 看起来很有质感 和大部分同类三脚架一样 它的脚管 有三个档位可以调节 调节的时候 段落感清晰 声音清脆 它的云台是一个倒扣式的球形云台 最大承重是5公斤 采用搬扣的锁紧模式 可以快速锁紧 即便是不升起中轴 它也能做到小范围的调整 这一点非常好 云台支持360度旋转 采用阿卡标准的快装板 可以兼容市面上所有的阿卡快装板 比如说我的小笋快装板 搬开侧面的搬扣 就可以调节中轴了 这个中轴上的玩法就比较多了 首先它的底下是一个挂钩 咱们在拍摄的时候 如果觉得稳定性不够 可以在底下挂上一个摄影包 增加稳定性 把这个挂钩拧下来呢 它还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上涵盖了这款三脚架上面 大部分的螺丝尺寸 咱们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突然要调一下三脚架的话 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具 这个中轴还有一个玩法呢 就是可以倒置 适合拍一些超低机位的角度 在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如果要把中轴抽出来 需要先把这个小工具挂钩取下来 如果这个小工具挂钩不取下来 中轴是拿不出来的 是卡住的 这也相当于是一个安全锁 这个中轴不光能倒置 还能拆分成两截 咱们把云台调整到90度的位置 会露出来一个螺丝孔 用配套的工具 我们就可以拆下螺丝 让中轴变成两端 这样不用倒置也能得到一个非常低的视角 这样拍低机位是不是要优雅很多 它的侧面呢 还有一个螺丝口 可以拓展魔术手臂 架个手机支架 或者监视器什么的 非常方便 讲完了外观功能呢 接下来就来讲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首先呢 这款灵感三脚架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 真的是太轻便了 我真的很愿意带着它出去 其实我曾经啊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装器材党 所有的器材都是又大又重 二岁出头 年轻的时候 有用不完的力气 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但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真的是吃不消了 轻便是真的香 那么轻是不是就代表着不稳呢 在我使用下来 我觉得还好 这种类型的三脚架 你不可能指望它和重型三脚架 一样的稳 在脚管全部展开 不升起中轴的情况下 还是很稳的 在升起中轴达到最高高度的时候 用长胶的话 拍视频就有那么一点不稳了 它不会像重型三脚架那样 纹丝不动 在没有分和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摇稳的 需要花一点点技巧 在这个尺寸的三脚架里面 这个表现我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我是拍视频比较多 可能对拍照片的朋友来说 影响不会很大 拍延时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 不会升到最高吧 反而是低机位的情况要多一些 稳定性这块 我觉得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 它这个360度全景云台的阻尼呢 也非常丝滑 像我拍视频比较多 用它来运镜就非常好 那么至于操作的便利性呢 球形云台和中轴都是搬扣式 操作起来非常迅速 一般一按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得掌握一些小技巧 要用一点力 至于脚管的操作 因为灵感X和灵感Y 采用不同的形式 这里就因人而异了 那么经过这段时间使用呢 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 旋钮模式的X版本啊 那么我现在就来一次 把这两款三脚架都展开啊 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旋钮的方式呢 它的优势就是非常的快 它是一把拟的方式啊 我们只用一次领到位 然后把它抽出来 再把它锁紧就可以了 展开的话就这么的迅速 那么Y版本呢 它的这个扳扣呢 在收起来的时候 也可以一把扳开啊 看咱们可以一把扳开 然后把它抽出来 但是呢咱们得一截一截的 把它锁死 好了这就展开了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这个扳扣的形式啊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扳扣的形式会比较靠谱 不容易松动啊 但是呢经过我这个月的使用呢 我发现这个旋钮的方式 它也很紧 目前来说 我是没有遇到锁不紧的情况 只要咱们在锁紧的时候 把它锁到位啊 它也是不会松动的 即便是架上比较重的相机和镜头 它也不会松动啊 那我个人是觉得旋钮的锁紧方式呢 它更美观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杆 它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简洁 不像这个扳扣的形式 它整个的脚管上都会有一截一截的扳扣 看上去呢就不如这种美观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种展开方式呢 这两个型号的价格也有所差异 灵感X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 灵感Y在1200元左右 每一支灵感三脚架 都有它唯一的编号 我的这款灵感Y是1390号 这款灵感X是126号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 灵感Y要比灵感X更受欢迎 大家可能还是觉得 扳扣的锁紧方式更稳妥一些吧 它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细节呢 就是脚管 灵感X最细的脚管 要比灵感Y最细的脚管粗一点 决定木桶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所以我个人呢还是偏向于灵感X 至于它的旋钮锁紧 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不靠谱 至少我用的时候 从来没有出现过松动的情况 而且灵感X比灵感Y 还要便宜200块钱 还轻200克 操作更便捷 还送手机支架 所以灵感X它不香吗 我觉得灵感X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高度要少了8厘米 那么你是喜欢灵感X 还是灵感Y呢 大家会怎么选呢 那么最后呢 来说一下我认为不好的地方 和我希望改进的地方 首先呢 就是它这个磨砂涂层 有一点不太耐磨 我用了一段时间 就有一点掉漆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中轴这块 中轴虽然功能比较多 可以倒置可以分段 但是我觉得操作起来 有一点繁琐 比较浪费时间 最后呢 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建议 我希望厂家能推出一个摄像版本的云台 因为我本人是拍视频为主 也希望厂家能够照顾到咱们视频的创作者 因为它这个中轴是可以更换的嘛 我看还有配套的灯架 可以直接装到这个中轴里面 我就在想厂家能不能开发一个 带摄像云台的中轴 咱们可以替换 让它变成一个便携的摄像脚架 可以实现上下左右运镜的这么一个功能 如果能实现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等着 只要一出 我立马就买 以上内容呢 就是我使用完这款 优兰子和科码联名推出的 灵感系列三小架的使用感受 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做的不错的话呢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 可以关注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